第361章桃妖先酿,灵文殿,一间静世,周元坐于桌前,面色凝重,手持天元笔,他的面前摆放着玉板,天元笔落下,有着微光绽放,弓了之间,形成了一道道奇妙的缘痕,隐隐间有着天地元气汇聚而来。 他全神贯注,天元笔弓乐了许久,最终手腕中是微微一抖,望着玉板上成型的原文,他如是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 周元将玉板小心地放在桌上,只见得此时桌面上,已经堆积了数十枚玉板,每一块玉板上,都是铭刻着一道复杂原文。 这一个月的时间中,他都在参务研究邀邀给他选择的那一道天雷玄火结界。 这一道结界,就算是在四挺结界中,都算是威力不弱,想要布置成功这道结界,需要多达数百道原文的配合。 而为了学成这些原文,周元这一个月下来,可谓是非请忘食。 面对着这般的学习量,就算是周元都有些吃不消,经常疲倦得倒头就睡。 不过好在他总算是熬了过来,这一个月下来,天雷玄火结界数百道原文,他都是大致掌握。 但光能够刻画原文不算什么,因为这些原文就像是机关的零件,周元想要让其完整,还必须成功地将其组装。 这依旧需要一段揣摩的时间,嘎吱,静视的房门被推开,夭夭抱着一堆残破的古籍走了进来,他来到桌前,将怀中的古籍放下,然后悠哉悠哉地拿过周元面前堆积的那些原文玉板。 他检查的速度很快,不过一分钟的时间,便是将那数十块玉板分开,然后预指指了指旁边的十来块玉板,道,这些都不合格,重新刻画。 周元文言,面色顿时易苦,夭夭明眸扫了他一眼,道,你这些道原文,虽然勉强能够算作成形,但一些原痕运转间却是不甚圆满,用来看看倒是可以,可若是用来组合结界,一点小小的瑕疵,都有可能会令得结界整体崩溃。 你若是不想到时候辛辛苦苦布置出来的结界是个残破祸,被人两三下就打爆,就老老实实地下功夫苦练。 给夭夭教训一通,周元只能苦笑着点点头。 不过夭夭在打了他一棒子后,还是勤手微点,给了一个甜枣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你能够将这天雷玄火结界的原文学成这样,速度算是不错了。 其实何止不错,若是让那些林文峰的弟子知晓,都会惊掉下巴,天雷玄火结界乃是四品结界,威力极为惊人,很多弟子甚至得花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勉强将其吃透。 周元顺手抽出一道玉板,放在身前,笑了笑,道,放心吧,子带选拔来临之前,我会将这天雷玄火结界彻底地掌握。 夭夭满意地点点头,一副如此可叫的表情。 他在一旁优雅地坐下,道,现在听外面说,你在子带选拔上的热门程度,都追上各封主迈那些金带第一席了。 他若有所思地道,看来有人想要你狠狠地摔个跟头呢。 跟下与这些个封主迈金带第一席比起来,周元毕竟根基尚浅,但偏偏眼下却是将他推到了封头上,显然是有人故意推动,想要周元在子带选拔上出丑。 应该是见来封的那些人吧,周元对此道不意外,笑道,而且我们还在圆池中坏了孔盛的好事,他们不敢找你的麻烦,自然是要对付我这个软柿子。 夭夭欲只轻轻点动着桌面,宁某看向周元,低声道,那苍玄老祖之前不是说,他怀疑当年他的陨落,和苍玄宗内部有些关系。 那未见来封的邻军封主会不会,周元抬头,目光与夭夭对视一眼,都是安静下来。 没有证据,不能瞎猜,周元沉吟着摇摇头,道,这种事,牵扯太大,若没证据,就算是亲养长教都不敢轻易乱动。 摇摇微微点头,也就不再多说,这种事还轮不到他们来管,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要在年底时,让周元夺得圣元丰首席,然后进入封印的主封中,将那第二道圣文得到手。 他总感觉,当圣元丰主封再度开启时,这苍玄宗内,会有人有所动作。 两人结束了这个话题,然后便是各做各事。 摇摇翻阅着那些残破古籍,好伴赏后,哭得轻鸣一声,周元抬起头来,便是见到他那素来淡然冷清的绝美脸颊上,竟然是有着一抹欣喜浮现出来。 而此时,摇摇玉手握着一张泛黄的残破纸张,翘脸寒喜。 什么东西,周元忍不住好奇,能够让得性子微冷的摇摇露出这般神色,究竟是什么? 摇摇伸出粉嫩的舌头轻轻舔了铁红唇,然后递给周元,美目亮晶晶的。 周元接过来一看,先是有些疑惑,然后额头上顿时有着黑线浮现出来,因为他发现这竟然是一道极为古老的酿酒之法。 大惊小怪,周元美好气地道,摇摇轻哼一声,道,你懂什么,这一看就是失传的古老仙妙,能够在这里遇见,就是天大的缘分。 他与纸轻轻敲了敲桌面,律手拖着香塞,看着周元,道,我要你给我把他给酿出来。 周元眼睛一瞪,这小姑奶奶还真是有脾气,这种要求都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我哪里会酿酒啊,腰腰站起身来,律手撑着桌面,郊区探出来,绝美地预言俯视着周元,相风涌来,他面无表情地道,你做不做。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预言,周元顿时有些口干舌燥,眼睛一转,道,那有没有奖励? 你想要什么奖励?腰腰似是微微笑了笑,周元舔了舔嘴唇,眨眨眼,不过还不带他说话,腰腰便是伸出冰凉的小手,轻轻地摸着周元的脸庞。 最后直接趁他一脸享受的时候,猛地冷笑着一把拧住了他的耳朵。 周元,你学坏了呀,连我的便宜都敢占。 信不信我让吞吞吃了你? 在那近视的角落,吞吞哼唧了一声,嫌弃地看了周元一眼,然后转过头,用圆滚滚地屁股对着他。 周元脸庞扭曲着,最终连忙求饶,道,好,好,我想办法给你酿。 腰腰文言,这才满意地坐回去,笑吟吟地道,这才乖,嗯,九明我都想好了。 就叫做,逃腰酿吧,他双手脱腮,竟是显露出了几分期待。 周元翻了个白眼,但心中却是忍不住地轻笑一声,因为他发现最近腰腰的那种冷漠似乎是减弱了一些, 当然,这只是针对于他。而且,他能够感到,腰腰对他,也是变得亲密了许多。 这,应该算是亲密度提高了吧?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那无名仙娘,又看了看腰腰明眸中极为罕见的一丝期待,微微笑了笑。 当年苍约师傅将腰腰托付于他,想要让他照顾腰腰,但这些年下来,其实还是腰腰给了他许多的帮助,不然的话,周元也不敢肯定,他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所以,只要你喜欢的话,就算是上九天揽月,我都围会你去做。 时间在苍玄宗内悄然地流逝,而此时,距离那子带选拔,也是近在咫尺。 而随着时间的接近,苍玄宗内的气氛也是渐渐地沸腾,子带选拔,再度将所有人的眼球都是吸引了过来。 毕竟对于诸多弟子而言,升迁子带弟子,代表着荣耀与地位,这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所以与此相比, 就算是之前发生在凌文峰上的破阵之战,都是开始渐渐地被即将来到的子带选拔所掩盖。 而在子带选拔即将来临时,最让得诸多弟子感兴趣的,便是议论此次子带选拔的夺魁人选,为此,弟子坚还开了诸多的盘口。 这其中,苍玄峰的苏婉,红牙峰的吴月,雪莲峰的牧春雷,剑莱峰的乐天,雷玉峰的汪辰,凌文峰的下雨。 这几位都是各峰主迈金败弟子第一席,实力最是强横,所以算是最为热门的夺魁人选。 很多人都是猜测,此次的魁首,应该就在他们之中出现。 而在紧随他们之后,声势最壮的,便是莫过于在凌文峰上大出风头的周元了。 因为某些暗中推波助澜的缘故,周元的热度居高不下,甚至大有追赶上最靠前数人的势头。 这也导致不少弟子看好周元,在他身上下了重注。 但一些消息灵通的弟子,对此则是暗自摇头冷笑,周元在那凌文峰上的确是表现亮眼, 甚至还闯过了下雨的防守,不过事后众人也是明了,周元无非是出其不意,趁下雨措手不及,方才闲闲取胜,不然的话,他断然不可能有丝毫胜算。 毕竟就算周元突破到了实境中期,那也不过才刚刚突破,而类似下雨者,已是在这上面经营许久,神魂底蕴,应该比周元更强。 并且经过凌文峰一事后,周元的底牌也是有所暴露,想必其他人都会对他有所防范。 所以到时候周元还想出其不意,显然就不太可能了。至少,在众人看来,就算此时周元在和下雨对上,有了准备的后者,应该都能够将其胜之。 所以,周元的这种夺魁热门,水分实在是太大,而这种水分,想必等到了此代选拔时,自然就会显出真面目来。 所以一些明眼的弟子,对于最近声势浩大的周元,都是并不怎么在意,反倒是在预见一些下重注于周元身上的弟子时, 还会以慧眼的姿态居高临下的指点一番,而如果对方不甚在意的话,则是会摇头感叹一声真是愚蠢。 不过不管如何,那夺魁的热门人选中,周元毕竟开始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不得不说,某些人推波助澜的手段,还是颇为的不低。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子代选拔,也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渐渐地来到。 第362章选拔之前,当子代选拔这一天如约而至的时候,整个苍玄宗,仿佛都是在这一刻沸腾起来, 那种沸腾甚至引动的天地元气,都是躁动了几分。 虽然参加子代选拔的弟子相对于整个苍玄宗而言,虽然只是极少数, 但这却并不妨碍子代选拔成为苍玄宗每年中的盛世。 其所受到的弟子关注度,几乎仅次于年底的各封首席之争。 毕竟谁都知晓,虽然现在他们或许没有资格参加子代选拔, 但终归会有那一天,而且,这也是他们想要升迁的必经之路。 子代弟子,那是苍玄宗真正的动良精锐。 也是每一个苍玄宗弟子为之努力的目标,在成为子代弟子后, 不论是地位还是待遇,都将会远超其他的弟子,令人艳羡。 所以,此代选拔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子圆洞府,整装败发的周圆望着那次小楼中走出的妖妖, 眼目倒是忍不住的一亮,今日的妖妖一身浅轻衣裤, 小轻衣攻落着上身的曲线,小蛮腰盈云一握, 长裤则是显得双腿格外的修长纤细, 原本垂落的青丝,在此时被挽起,被玉森树灼, 露出了雪白优雅的脖颈,白得有些发光。 这般装束,倒是领得今日的妖妖,显出了几分青春火力, 与以往的那种冷冷淡淡倒是有点变化。 妖妖抱着吞吞,漫步而来,毛子淡淡地扫了周圆一眼。 真漂亮,周圆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然而妖妖对于这般赞美却是无动于衷, 红唇微起,道,陶妖酿研究得怎样了? 周圆文言,面色顿时一江,尴尬得道,还在研究。 这陶妖酿可不简单,我研究过了, 其中所需要的原才,可都不简单。 百年的龙雪陶,精灵稻米, 雪海泉水,说到此处,周圆都是忍不住的扎舌。 这些原才都是极为的珍惜, 他在宗内的琳琅阁中也找寻过, 结果一个都没找到,显然, 妖妖从那灵纹殿中翻出来的无名仙酿也不是反物。 如此规格的所需, 甚至都能用来炼制一些品阶非凡的丹药了。 当然,以妖妖的眼光,一般的酒酿, 恐怕也无法让德他心动。 不过面对着周圆的诉苦, 妖妖俏脸却是一片平静, 只是玉手轻轻抚摸着吞吞柔软的毛发, 声音轻淡的道,所以呢? 轻轻淡淡的言语, 却是让德周圆察觉到一点危险的味道, 当即他连忙露出笑容,道, 所以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地找寻这些酿酒的原才, 争取早日为妖妖解酿出这套妖酿。 妖妖怀中的吞吞对着周圆头去鄙夷的目光, 这家伙,还真是没有骨气。 不过妖妖对于周圆的态度, 却是颇为的满意, 红唇微翘的道, 今日就是那子带选拔了, 都准备妥当了吧。 周圆笑着点点头, 笑容中有着一些自信浮现。 放心吧, 我也想要看看, 那件来风的人, 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今日又能如何? 他们费尽心机地为他造势, 让德他登上风头浪尖, 可不是什么真的好心, 所以今日, 他们的手段, 也将会显露出来。 而不管他们如何出招, 他周圆都接着便是, 邀邀请守微点, 两人静止出了洞府, 最后脚踏元气云朵, 直接来到了圣元峰的一座大山上, 此时的这里, 几乎汇聚了整个圣元峰山脉的弟子。 此代选拔这种大事, 连青羊长教以及数位峰主都会参加, 所以各峰的长老, 也会携带着门下弟子技术前往, 可谓是规格极高。 所以当周圆, 夭夭赶到这里时, 沈泰渊、陆红、 吕松三位长老都已带着山脉弟子在此。 而周圆与夭夭的出现, 无疑也是引发了一些骚动, 毕竟如今的两人, 从某种意义而言, 可谓是圣元峰中名气最高的了。 沈泰渊门下的弟子, 则是目光热切, 周泰、沈万金等与周圆交好的弟子, 都是永来如众星捧月。 哈哈, 周圆师弟, 我这次可是在你身上下了重注, 足足五千元玉, 你可要加油, 不然我下个月就得饿着肚子修炼了。 周泰爽朗地笑道, 我也压了两千元玉, 算是将所有家财都抵上去了, 小圆哥, 能不能发家致富, 就靠你这次了。 沈万金缠媚地笑道, 胖嘟嘟的脸庞上满是油光。 其他的一些弟子也是哄笑出声, 纷纷出言, 说是投了重注。 周圆笑着一一回应, 暗随着他这三个月时间来一步步地闯出声明, 这沈泰渊门下的弟子, 也都开始渐渐地接纳了他, 展露出诸多的善意。 简然, 周圆展现出来的天赋与战绩, 也是征服了他们, 现在的他们, 对于周圆所能够享受的重视, 也不再感到不平衡。 当然, 除了那少数为张眼马首是瞻的弟子之外, 他们这边热闹, 其他两脉的弟子, 则是眼神有些复杂地看向这边。 吕烟也是美目打亮着远处被诸多弟子簇拥在中间的周圆, 嘀咕了一声, 之前周圆雨夭夭闯灵闻风时, 正巧他闭关了几天, 所以也是没想到闭关一出来, 便是听到了周圆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而眼下的周圆, 在苍玄宗内名气如日中天, 带有成为黑马的意思, 虽然还比不上十大圣子, 但从某种意义而言, 也算是宗内的风云人物了。 真是可惜, 当初吕诗若是坚持一些的话, 说不定周圆就是我们一脉的弟子了, 现在整个苍玄宗都是知晓了圣元丰审长老一脉, 在其身旁, 有着一名弟子感叹道, 吕烟瞪了他一眼, 道, 胡说八道什么, 光靠他一个周圆, 难道就能改变什么吗? 他或许有天赋, 但还不至于到这一步。 而且那林文峰的事, 主要是因为那周小妖的原因, 周圆不过只是从旁协助而已, 最近那些将他吹得神乎其神的谣言,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放出来的。 他冷哼一声, 道, 若是这周圆清醒一些还好, 如果他也被这些谣言吹上了天, 那这次的子袋选拔, 恐怕他飞得有多高, 就跌得有多痛。 吕烟虽然不是很清楚来龙去脉, 但终归不是寻常弟子可比, 隐隐地还是察觉到一些针对于周圆的气息。 所以, 这一次的子袋选拔, 这周圆若是不留个心眼的话, 怕是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而在吕烟他们这边的弟子暗中低估时, 那路红阴脉的弟子, 则是在不远处冷眼旁观。 特别是那位优选等人, 眼神皆是有些阴沉, 阴沉之下, 还隐藏着一些讥讽之意。 周圆, 就让你再得意一下吧, 等此败选拔一开始, 你就会知道, 你今天, 就是一个小丑。 第363章紫山开启, 一片巍峨巨大的山脉, 矗立于大地上, 蜿蜒清澈的大河奔腾而来, 将山脉环绕隔离, 水屋缭绕, 令得这座山岳有些磅薄之气。 这座山脉, 正是紫带选拔的地带, 名为紫山。 而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了整个苍旋宗最为沸腾的地方。 只见得那无数道光影铺天盖地的落下, 落向这座紫山四面的山岳, 这直接是令得那些空旷的山野间, 都是变得拥挤起来, 人声鼎沸。 这紫带选拔的人气, 显然非同反响, 一道元气云朵从天而降, 落在一座山头上, 沈泰鸣秀刨一挥, 元气散去, 露出了诸多弟子的身影, 周远夭夭也在其中。 众弟子望着那热闹的场面, 也是有些兴奋, 毕竟这种盛事在苍旋宗, 也的确是一年内仅有数次。 这就是紫带选拔的场地吗? 周远好奇的台目望向那片巍峨连绵的山脉, 其中古树矗立, 极为的茂盛, 同时又有着雾气笼罩, 令得其中显得有些神秘。 没错, 此为此山, 每一次的紫带选拔, 都将会在这里展开。 沈泰鸣站到周远身旁, 素来古板严厉的苍老面旁, 在看向他时, 却是充满着笑意, 看得出来, 对于周远那一次次的出人意料的战绩, 沈泰鸣也知晓此次真是捡到宝了。 所有的参选弟子, 都会被投入这片山脉, 彼此争斗。 周远点点头, 看来这紫带选拔, 是一场混战, 这种混战, 比起那种抽签单打独斗显然要复杂许多, 因为这代表着混乱, 代表着没有什么规则。 一切, 都是为了最后的取胜。 周远, 此代选拔没有太多的规矩, 各种手段说不定都会出现, 只要不是商及性命, 宗门对此并不是太排斥。 沈泰鸣看着周远, 提醒道, 毕竟宗门也不想培养出空有实力, 却失了脑子与手段的弟子。 周远点点头, 表示认同, 如今弟子在宗内修行, 倒是没什么危险, 可未来毕竟会外出任务, 而苍选天内, 情况复杂, 就算他们苍选宗是巨头宗派之一, 但弟子在外, 也会遇见诸多危机, 若是只知道蛮干的话, 恐怕活不久。 不过, 这种混乱选拔, 对于他而言, 显然就更加多了几分不确定的危险。 特别是在知晓了那剑来风有人要对他不利的情况下。 周远, 我知道你要强, 不过此次选拔, 强敌众多, 我建议你不必执着于魁首, 只要能够进入前十, 便能够胜任子带弟子, 那你就算是成功了。 沈泰鸣说道, 周远笑着点点头, 道, 沈氏放心, 若是情况不对, 我自然能够退一步, 不去争夺那魁首之位。 沈泰鸣闻言, 也是欣慰的点点头, 然后他指着那云雾缭绕的山脉, 道, 在紫山深处, 有时封, 登顶时封者, 则是前十。 周远若有所思, 道, 那魁首如何绝出? 这就得等你们登顶后才能知晓了, 因为这魁首之争, 有时候跟以往并不相同。 沈泰鸣道, 周远点点头, 也就不再多言, 而当他们现身后不久, 忽有一道元气云朵从天而降, 白裙飘飘, 刻然便是那李清禅。 他直接是落到了夭夭的身旁, 顿时这紫山附近无数道赤热的目光投射投射而来, 毕竟这两位可算是苍玄宗的顶尖美人, 如今站在一起, 光是这般容颜硬衬, 就让得人心跳加速。 李清禅却没有在意那些目光, 只是站在夭夭身旁, 眸光扫了一眼站在沈泰鸣身旁的周远, 然后道, 这次的紫带选拔, 周远恐怕要吃大亏呢。 夭夭抚摸着怀中的吞吞, 不知可否, 李清禅盯着夭夭的预言, 道, 我可以让雪莲峰的弟子出手帮帮忙, 算是害了你的人情, 如何? 他也是骄傲的性子, 总是觉得在那园池中欠夭夭一次, 所以总想了清, 免得见到夭夭他总有点不自在。 夭夭想了想, 摇摇头, 悠然说道, 我觉得, 应该不需要, 李清禅柳眉一簇, 道, 你未免也太高看他了吧? 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动他, 你们圣元峰参加此代选拔的弟子区只可数, 而且看样子他们也不太可能帮忙, 所以只能靠他自己, 夭夭说道, 李清禅加重了声音, 道, 你觉得, 凭他一个人, 能够对抗见来风竹脉的金带第一席, 那些人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顾比之前那位优弦弱, 他显然是觉得夭夭这种话太不负责任了, 夭夭唇角微先, 道, 如果他不行的话, 那就活该被揍一顿, 也好让他以后修炼认真一些。 李清禅无语, 不过他也知晓这并非是夭夭心中所想, 当即微微沉吟, 道,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他能抗横剑来风? 事实不就知道哥, 反正输了丢人也是他丢人。 夭夭四世笑了笑, 道, 李清禅盯着周元的身影, 最后再看向夭夭, 认真的道, 我觉得他不行。 不然,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在靠近紫山的一座大山上, 这里是见来风的弟子汇聚之处, 而此时, 在那山头一处, 陆选音、 徐妍等人站在一起。 陆选音微冷的目光远远地看向一座山峰上, 那里正是周元他们所在, 毕竟夭夭也是在那里, 受到的瞩目实在太多了。 听说现在宗美的盘口上, 很多弟子都压了周元呢。 曲妍在一旁微笑道, 他也是远远地望着远处那被诸多视线瞩目的周元, 戏谑的道, 不过也好, 那些人对他期望越高, 到时候等他衰落的时候, 失望与愤怒也就越大。 这一次, 也该让这位顺风顺水的师弟摔个跟头了, 免得太心高气傲, 真就当我苍玄宗无人了。 陆选音点点头, 眼眸中有些快意, 那口憋在心头数个月的恶气, 看来总算是能够突出来了。 乐天师弟, 这一次, 就要让你屈身动手了。 曲妍冲着一旁的青年笑道, 青年总是面带和煦的笑容, 看上去极为的和善。 正是见来风主迈金败弟子第一席的乐天。 乐天面带笑容, 道, 昨日赵竹师兄见了我一面。 赵竹师兄, 听到这个名字, 徐炎与陆玄音都是一惊, 这可是他们见来风的第二位圣子, 论起声望仅次于孔圣。 赵竹师兄说了什么? 徐炎连忙问道, 赵竹师兄说, 现在的年轻人, 心气太高, 应该压一压, 所以让我们尽管放手去做。 乐天笑咪咪的道, 徐炎与陆玄音顿时眼中有着喜色浮现出来, 没想到连赵竹师兄都站在他们这一边, 看来那周园, 最近还真是太跳了。 而有了赵竹这番话, 显然这一次对付周园, 见来风不会再有弟子心生意义了。 徐炎与陆玄音对视一眼, 皆是忍不住的一笑。 这周园, 算是彻底没有机会了。 当, 当, 紫山周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欲发的鼎沸, 天空上, 一轮烈日, 也是渐渐高悬, 而此时, 清脆的钟银声, 开始响起, 回荡在天地间。 而就在钟银声响起后不久, 所有弟子都是感觉到一道道浩大的气息从天而降, 无法形容的微压散发下来, 令得天地都是在微微地抖动着。 无数弟子敬畏地抬起头, 然后便是见到树道光影从天而降, 最后落到了紫山外最高一座山峰上, 那里有着树道石座处立。 那树道光影在石座上坐下, 光芒散去时, 显出面目, 正是清阳长教以及六位丰主, 拜见长教, 拜见诸位丰主, 所有弟子以及长老都是弯身抱拳, 公声道。 清阳长教面带笑意, 微微点头, 玄机那宏大的声音, 便是响车起来。 时辰已道, 诸弟子, 入山巴, 伴随着他这道声音的落下, 这片天地, 瞬间沸腾。 这期待已久的子代选拔, 终式开启。 第364章选拔之争, 空, 当清阳长教那宏大的声音落下时, 整个天地间的气氛瞬间被引爆。 唰,唰, 在那诸多弟子火热的目光中, 只见得一道道光影忽然拔跌而起, 略过那蜿蜒的大河, 最终犹如蝗虫一般地落向了那片云雾缭绕的山脉之中。 所有参加子代选拔的弟子, 都是在此时有了动作, 场面沸腾。 周元望着这一幕,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血液在这般气氛下隐隐有些沸腾。 周元师弟, 师兄, 加油, 周围那些师兄弟, 也是呐喊着, 为周元助威, 毕竟不管如何, 眼下周元的出战, 都是代表着他们这一脉的颜面。 如果周元能够取胜, 想来他们这一脉, 将会让得整个苍玄宗的人都知晓。 周元冲着众人笑着抱了抱拳, 目光看向夭夭, 后者冲着他淡淡一笑, 有着声音传来, 那里清缠和我打了赌, 你可别害我丢人。 周元嘴角抽了抽,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也不多说, 脚掌一跺, 身形便是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光影, 静直地落向了那云雾缭绕的山脉中。 在那远处的山峰上, 陆璇因眼眸微冷地望着周元投入山脉中的身影, 也是一声猛笑, 下一瞬间, 他郊区一动, 也是急掠而出。 于是, 在那满山遍野的欢呼声中, 诸多弟子, 技术入场。 而当众弟子入场后, 只见得天空中元气汇聚, 化为了一道道巨大的元气光景, 光景内, 投影出诸多山脉中的身影, 以宫外间的弟子观摩子带选拔中的激战。 在一座山峰上, 顾红一窍目望向那一道道元气光, 显然是在找寻着周元的身影。 在其身旁, 簇拥招数名少女, 他们见状, 皆是笑嘻嘻地道, 红一师姐, 你又在找那周元啊! 你对人家也太关心了吧! 咱们这边可都是苍玄风的弟子呢! 你也不顾着一点他们的心啊! 听到他们的调侃, 顾红一翻了个白眼, 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多嘴女, 自顾自地找寻着。 而在此时, 也有着一群苍玄风的男弟子涌了过来, 在那最前方的, 是一位蓝袍青年, 双目有些狭长, 看上去倒也算是帅气。 而在其腰间, 缠绕着紫带, 显露着他的身份。 嚼得他走来, 顾红一身旁那些少女都是眼睛一亮, 道秦兰师兄。 这秦兰, 在苍玄风显然也是名气极大, 即便是在紫带弟子中, 都是佼佼者, 极为的优秀, 而且谁都知晓, 如今的他, 似乎对顾红一有着意思。 红一师妹, 秦兰冲着他们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顾红一。 顾红一扫了他一眼, 只是点点头, 有些敷衍的道, 是秦兰师兄啊。 他的目光继续转向那些元气光镜, 片刻后终于是顿了下来, 见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 当即翘脸上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秦兰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双目微微咪了咪, 道, 这位周园师弟这次子带选拔可是惹了不小的麻烦, 恐怕其实都是难以进入。 顾红一柳眉一簇, 淡淡地道, 秦兰师兄说的也太绝对了一些。 秦兰不知可否的一笑, 道, 据我所知, 这次见来风的弟子, 将会由乐天带头, 率领其他弟子直接对周园进行围剿, 莫非红一师妹觉得, 面对着这种阵容, 他能有半分胜算。 顾红一翘脸微微一变, 他只是知晓见来风的陆璇音似乎要对周园不利, 但却没想到, 见来风的乐天竟然也会出手。 陆璇音有这么大的面子, 望着有些变色的顾红一, 秦兰嘴角的笑容微盛, 眼神激潮地转向那一道光镜中的身影, 语众心长地道, 这位周园师弟做事还是太张扬了, 明明只是一个新人弟子, 偏偏喜欢不知底线的出风头。 如今被教训一顿也好, 毕竟宗妹的师兄弟都会留一线, 免得他日后出了宗门, 再惹上什么人, 到时候付出的代价可就不只是这些了。 顾红一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懒得理会他, 直接走向一旁。 秦兰见状, 也不在意, 只是望着元气光镜中周园的身影, 目光变得深邃阴沉了一点。 乐天啊, 你们要教训这个家伙的话, 就下手重点吧。 听说红一还拜托了苏婉师妹帮忙, 呵呵, 正巧雷玉峰的汪尘师弟与我有些交情, 之前暗中拜托了一下他呢。 周园的身影穿过云雾, 落在了辽阔的山脉中, 云雾有些遮掩视野, 令得整个天地尖处于朦胧, 不过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不远处, 不断地有着元气波动浮现着。 朱弟子, 石峰位于山脉深处, 石峰之下有石门栏路, 想要开启石门登山, 那就唯有以二十道印记为要事。 左卫印记, 击败一人, 便可获得一道, 所以, 为了能够获得要事登顶, 就不断地击败其他人吧。 当周园等诸多弟子进入山脉后, 青阳长叫那浩大的声音, 便是再度回荡于天地间。 二十道印记, 周园闻言, 眼神也是威名, 那起飞时说, 想要开启石门登山, 就得连拜二十位弟子。 这可真是苛刻啊, 毕竟, 能够有资格参加紫带选拔的, 可没几个是省油的灯, 想要夺得一道, 恐怕都是得经过苦战。 果然不愧是紫带选拔, 的确难度不小。 周园感叹道, 不过他的眼中, 却并没有任何的畏惧, 反而是有着跃跃欲试涌现出来, 这场紫带选拔, 倒是正好能够用来磨练自身。 空, 而就在他感叹的时候, 他已是感觉到山脉之中, 忽然有着一道道狂暴的元气波动爆发而起, 显然激战已经开始。 青阳掌教所立下的规矩, 直接是让得诸多弟子都是将其他人是为了竞争对手, 激烈的争斗, 一触即发。 感应着那些激烈的元气波动, 周园也不停留, 脚尖一点, 身形便是对着山脉深处急射而去。 刷, 周园的脚尖, 略过一根树枝, 身影刚动, 眼神便是猛的翼领。 空, 在其头顶之上, 忽有狂暴的元气爆发而起, 一道立鹤响彻, 只见得一道人影呼啸而至, 凶悍的元气宛如风暴般涌来。 此人显然早已躲在此处, 就等着有人前来, 伺机偷袭。 狂暴的攻势笼罩而来, 然而周园的眼瞳, 却是没有任何的波澜, 无指陡然紧握, 但青涩的天莽灵涌现出来, 一拳便是与那头顶上空呼啸而来的身影碰撞在一起。 砰, 元气冲击爆发开来, 周围的树干拦腰而断。 周园身影纹丝不动, 脚下的树枝微微一晃, 而其头顶之上的那通袭之人, 则是一声闷哼, 到尸而出, 玄其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显然是知晓碰到了硬查。 既然出手了, 那就别走了, 但周园却不打算放过他, 身形瞬间虚化, 犹如一缕青烟, 瞬间就出现在了那道人影的背后。 别, 饶, 那道人影顿时骇然叫道, 不过周园面旁平静, 天网林覆盖拳头, 体内元气澎湃涌动, 一拳如惊雷, 毫不留情地重重轰在了那人的背心。 砰, 那道人影狼狈地射了出去, 在地面上查出数百米的痕迹, 一口鲜血喷出来。 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卷起了那道人影, 丢进了山脉之外的蜿蜒河流之中, 显然是直接被淘汰了。 周园手掌一握, 只见得那道人影被卷起的地方, 一道拇指大小的光影浮现出来, 最后射来, 烙印在了其手臂之上。 一道印记到手, 周园望着手背上那散发着微光的印记, 嘴角微微一掀。 还有十九道, 他身影微微虚化, 下一瞬间, 化为青烟, 暴射而出。 在这一时刻, 辽阔的山脉中, 激烈地战斗四处地爆发起来, 元气横扫, 热闹异常。 子带选拔, 在此时, 激情开幕, 第三百六十五张一拳克敌, 空, 茂密的森林中, 忽有狂暴的元气爆发开来, 周围的地面都是被撕裂, 一颗颗粗壮的巨树蓝腰崩断。 邻间的空地上, 地面崩塌, 周园立于其中, 在他的面前, 一名弟子仰天倒下, 然后便是被一道光芒落下卷飞而起。 一道光影落到周园拳头上, 刺到印记到手, 还有十六道, 周园周围眉头, 他先前一直在找寻落单的弟子, 因为他发现随着竞争的家具, 其他六疯的弟子, 都是三三两两的抱团在一起, 暂时地抵御其他疯, 这领得他下手的难度也是提升了一些。 毕竟这些家伙, 也不算是杂鱼, 若是被纠缠住, 即便能胜, 也会对他造成一些消耗。 更何况, 他还在时刻地防备着那些见来疯的人。 这个时候, 他们圣元疯的没落也就显露了出来, 人家其他六疯参加选拔的弟子, 都是多达数十人, 而他们圣元疯三脉加起来, 还不过五人。 而且这五人中, 怒红那一脉就占了三人, 这些家伙不来对付他就已经算是客气了, 想要和他们联手, 那是基本不可能的。 怪不得圣元疯的子带弟子数量那么少, 周园暗暗摇头, 按照这种竞争, 圣元疯太吃亏了, 一年下来, 能有一两位新近的子带弟子, 恐怕都算是不错了。 谁, 而就在周园心中心绪涌动时, 他眼神忽然一鸣, 猛地看向右侧的森林中。 在声音响起的瞬间, 周园手中的天元鼻斗然膨胀, 无数雪白毫毛暴射而出, 每一根毫毛, 都是丰锐地撕裂了空气, 攻势灵力。 空, 森林中, 有着灵力的剑气横扫开来, 竟是叮叮当当间, 将那些雪白毫毛技术的弹射而回。 周围的巨树, 则是被波及, 技术的切断开来。 周园望去, 只见得在那里, 一名男子手持轻锋长剑, 他周身的元气也是极为的雄浑, 但却极为的锋锐, 显然是元气所化的剑气。 呵呵, 这位师弟, 我只是路过而已。 那名男子手中长剑鞋指, 冲着周园微微一笑, 道。 周园目光瞥了一眼那男子的手背处, 只见得上面有着三道印记, 这让得他有些惊讶, 这个家伙, 竟然也是打败了三位弟子。 看来不是无名之辈啊, 你是剑来风的人。 周园手持天元笔, 道。 剑来风, 罗道。 那男子笑着点点头, 你跟着我有一段路了吧。 周园说道, 其实在之前, 他就隐隐地有所察觉有人暗中跟随, 如今想来应该就是这个罗道了。 罗道文言, 再度点点头, 你想要拖着我。 罗道的嘴角似是掀起一抹玩味之色, 他盯着周园, 淡淡地道, 拖着你。 周园师弟, 你或许是有些高估你自己了。 乐天师兄虽然有他的计划, 但在我看来, 你并没有什么资格让我见来风这么多优秀的弟子 如此大张旗鼓地来对付你。 所以, 我先现身了, 他手中的长剑涌动着夺目的光泽, 缓缓地抬起, 直指周园, 眼神中带着一丝锐利的傲然之意, 等我将你独自解决后, 想必乐天师兄也会知晓, 他的这般不智, 的确是多余了。 抓, 然而, 就在他声音刚刚落下的瞬间, 周园那略险虚话般的身影, 已是猛然暴射而出, 话出道道残影, 直射罗道。 不知天高地后, 罗道见到周园对他先前的话竟然无动于衷, 反而根本懒得多加理会的直接就主动发动了攻击,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怒意, 在他看来, 这是对方轻视他的表现。 真以为击败了魏忧璇, 你就有资格在我面前张狂吗? 告诉你, 以前在剑来风的时候, 那魏忧璇同样也是我的手下败将。 罗道脚掌猛然一跺, 顿时有着雄浑的风瑞元气自其体内横扫开来, 周围的地面, 瞬间被撕裂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无数道风瑞剑气犹如鱿鱼一般掠过虚空, 对着周园绞杀而去。 不过周园的速度却是极快, 才隐掠过肩, 那些风瑞剑气纷纷落空。 他的眼神, 只是锁定罗道, 他知晓, 剑来风的弟子必然在对着这边赶来, 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解决掉这个罗道。 罗道望着气势汹汹而来的中原, 眼中目翼更慎, 手中长剑猛然尖颤抖起来, 剑影响彻, 雄魂的元气贯注而尽, 整个剑身, 都是在此时爆发出万道剑光, 灵力到了极致。 那等剑光, 就算是同为六重天的弟子, 都唯有暂壁锋芒。 不过, 周元的身体上, 却是有着淡青色的鳞片浮现出来, 互助周身。 天骄灵, 秋, 罗道冷笑, 手中长剑猛然尖刺出, 顿时面前的虚空裂开, 那一剑, 宛如雷光滑破夜空, 风瑞得无可阻挡。 剑光同样是倒映在周元的瞳孔中, 然而他的神色没有波动, 面对着如此风瑞的一剑, 他不仅没有躲避, 反而是伸出手掌, 一把对着剑光抓去。 他竟是要以肉掌印接, 找死, 罗道眼神一寒, 他这一剑, 就算是一座山都能削断, 这周元, 竟敢用肉掌来抗。 掌剑, 瞬间接触, 不过在接触的那一瞬间, 周元纳布满着天骄灵的手掌上, 固有白色的蚝毛缠绕而来, 犹如天蚕丝所画的手套一般。 那是天元笔的蚝毛, 次品原文, 玄金手, 周元的掌心, 有着一道圆文斗然间明亮起来, 一股奇异的波动散发, 只见得金光浮现, 周元整个手掌包括那天骄灵以及蚝毛所画的手套, 都是在此刻, 化为了暗金色彩。 犹如一只黄金所住的手掌, 支支, 黄金手掌探出, 一把抓住那道剑光, 掌心与风锐的剑身摩擦着, 剑射出火花以及刺耳的声音。 不过, 不论那剑光如何的肆虐, 竟然都是无法洞穿周元那布满着防护的手掌。 罗道的眼中有着一抹震惊之色浮现出来, 他无法相信, 周元竟然真的用肉掌接住了他这一剑, 而且, 还令得他那无孔不入的剑气, 都是失去了效果。 吃拉, 周元那黄金般的手掌, 滑过剑刃, 而他那有些虚化般的身影, 则是在那罗道紧缩的瞳孔中, 漆进身来。 空, 周元另外一只布满着天骄灵的拳头, 在金色元气的缠绕下, 毫不留情地重重落在了罗道的小腹上。 这一拳, 直接轰散了罗道体内涌动的元气。 罗道浑身的元气在此时消散, 他身躯痛苦地蜷缩起来, 面色惨白。 他没想到, 这才交手一个回合, 他竟然就直接被周元找到机会, 一拳轰散了元气, 战斗力尽失。 周元望着那一脸难以置信的罗道, 笑了笑, 然后平静地道, 其实, 你应该听你们乐天师兄的话, 你一个人想要来找我出风头。 罗道师兄, 你还是太天真了啊。 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直接卷起罗道, 不过, 就在他被卷起的瞬间, 罗道腰间的一个玉佩忽然碎裂开来, 化为一团香气, 涌向周元。 周元迅速后退, 不过还是沾染了一些, 罗道低吼着道, 周元, 你别得意, 乐天师兄他们马上就能找到你, 将你也踢出去。 他声音还未彻底落下, 仍已被送了出去。 周元轻轻秀了秀身上, 有着一丝鸡蛋, 但却难以驱除的香气, 这领得他眉头微皱了一下,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掠进了茂密的森林间。 想要玩吗, 那就陪你们见来风玩到底。 而在周元迅速离去的时候, 他却不知晓, 在那山脉之外, 他这里干脆利落结束的战斗, 也是引起了一片的震动之声。 第366章 围猎周元, 云雾缭绕的山脉之外, 气氛沸腾, 无数弟子都是面色兴奋地望着天空上那一道道元气光镜, 此时的每一道光镜内, 都是在爆发着极为激烈的战斗。 能够有资格参加此代选拔的, 几乎都算是苍玄宗内经代弟子中的佼佼者了, 平日里地位也是不低, 所以当他们汇聚在一起竞争时, 那场面可就精彩地让诸多弟子都一不开眼睛了。 扑通,扑通, 而在山脉外蜿蜒盘踞的河流中, 则是不断地有着弟子被一道光芒卷起丢下来, 那些是在山脉中被淘汰的弟子。 哇, 苍玄风的苏婉师姐很厉害啊, 这才一注相识间不到, 竟然就已经得到了五道印记。 却怜风的牧春雷师兄也五道印记了, 还有见来风的乐天师兄, 凌文风的下雨小师姐。 则则, 果然都不愧是个风诸卖金代第一人, 战绩都可谓是惊人啊。 他们的确很强, 其他的弟子和他们比, 还是差了一点。 诸多弟子望着那些元气光镜内, 议论纷纷。 而也有弟子关注着周园, 当他们在看向那道元气光镜时, 呼得爆发出惊呼声, 那是见来风的罗道师兄。 他竟然先遇见周园了, 声音传出, 顿时引来了不少惊异的视线, 众多弟子望着元气光镜中对峙的两人, 皆是爆发出窃窃嘶语声。 竟然遇见了罗道师兄, 这周园还真倒霉啊。 是啊, 罗道师兄在见来风诸卖金代弟子中, 也能够排进前三, 绝非是泛泛之辈。 嗯, 之前我看见了罗道师兄的战斗, 已经有三位弟子败在他的手中了。 嘿嘿, 周园这是打败第四位了吧, 不过现在, 总算是碰到硬查了。 周园与罗道的对碰, 显然是颇有看点, 顿时间引来越来越多的弟子关注, 一时尖喘得沸沸扬扬。 而顾红衣同样是看见了这一幕, 柳眉微微一蹴, 这罗道他自然也是听说过, 实力的确不弱, 没想到周园第一个遇见的 尖来风弟子就是他。 这位周园师弟, 运气不怎么好啊, 在顾红衣身旁, 那位秦兰师兄双目微眯, 似笑非笑的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乐天, 陆玄英等见来风的弟子, 都在对着那个方向赶去, 如果周园被罗道缠住,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已是无路可走。 顾红衣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未曾说话, 但玉手却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现在的周园, 的确局势不太妙。 周园, 小心啊, 哟, 要动手了, 秦兰盯着元气光静, 呼得一笑, 呵呵, 胆子真是不小啊, 竟敢以肉掌印揭罗道的剑。 他难道不知道剑来风弟子的元气, 乃是我们苍玄宗最为风锐的吗? 秦兰嘴角掀起一抹击翘, 因为他见到了周园伸出手掌, 一把抓向剑光。 周围的诸多弟子, 也是爆发出嘀嘀的惊呼声, 一些女弟子更是忍不住地闭上了眼睛, 仿佛下一刻周园的手掌就会被削断。 顾红音也是翘脸微微一白, 唯有那秦兰嘴角的击翘越来越盛, 他死死地盯着元气光静内, 似乎是想要看见接下来周园那极为狼狈的一面。 而在他这般死丁下, 所有的弟子都是剑倒周园那瞬间化为黄金般的手掌, 握着剑光滑过, 带起夺目的火花。 并没有任何鲜血的飞剑, 然后周园瞬间欺击了罗道, 那运含着重力的一拳, 便是轰在了后者小腹处。 战斗戛然而止, 诸多弟子的面旁, 便是在此时凝固下来, 难以置信地剑倒那罗道缓缓倒塌下去的身影。 仅仅只是一拳, 在那件来封中卖金带弟子中排名第三的罗道, 就这样输了。 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 这跟想象的局面似乎完全不一样啊。 秦兰嘴角的技巧也是在此时一点点的僵硬, 旋即他嘴角抽搐了一下, 道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用肉掌接下罗道的剑气? 以罗道的实力, 就算是为优弦那等实力的人如果以肉掌去接, 都只有被削断手掌, 而周园, 不过三重天的实力, 怎么能做到的? 一旁的顾红一则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旋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虽然没有说话, 但那眼中所包含的轻孽, 却是让德秦兰脸庞瞬间火辣辣的。 他先前还在这里暗讽, 结果转眼间, 先前的话, 就尽数地化为耳光打了回来。 秦兰师兄, 要看的话, 就安静一点吧, 积点口德, 对你也没坏处。 顾红一平静地道, 言语却是极为的锋锐, 并没有给这秦兰半分颜面。 秦兰面旁清白交替, 但也不敢对顾红一如何, 只能将一口怒气憋在心中, 眼神阴沉地看了一眼, 元气光静中中原的身影, 在心中暗怒得道, 有什么好得意的, 等到时候乐天现身了, 有你好看。 而在沈泰渊银外弟子所在的山峰上, 诸多师兄弟见到这一幕, 也是爆发出喝彩之声, 他们先前也在为中原提心吊胆。 在山崖边, 李清禅收回目光, 道, 周原还真是有些果断呢, 面对着剑来风的弟子, 敢用肉掌来接, 这般胆破, 实在不小。 夭夭则是漫不经心地道, 一个小喽啰而已。 李清禅闻言, 那冷若冰霜般的俏脸都是忍不住的一恶, 旋即有些没好气地道, 对于你而言, 的确是小喽啰, 可周原怕是还没这般本事, 先前罗道恐怕也是完全没想到他敢这么做, 不然的话, 未必一招就会败给他。 而且, 他虽然打败了罗道, 不过却被罗道佩戴的玉泥香沾染上了, 那是剑来风独有的香气, 所以接下来恐怕剑来风的弟子会追踪到他。 到时, 对他而言, 才是最麻烦的时候。 泽泽, 以一人之力, 在此代选拔抗衡一风的弟子, 这可在苍玄宗还从未出现过呢, 邀邀想了想, 然后认真的道, 那么接下来, 就会出现了。 李清禅一致, 美眸望着元气光镜中那道急速掠过的年轻身影, 沉默了一下, 道, 希望他不会让你失望吧。 刷, 茂密的森林中, 周圆的身影犹如一缕青烟, 急掠而过, 隐隐间能够看见残影自半空中浮现。 他将速度施展到了极致, 他虽然闻不到身体上散发出来的香气, 却能够察觉到一种细微的意味缠绕, 那种味道极为的顽固, 令得他一时间都是有些难以根除。 他的目光, 扫过四周, 恐怕此时见来风的弟子, 正在从四面八方对着他围困而来。 他的目光微微闪烁, 自语道, 既然想要围猎我, 那就找个好地方给你们准备一份大礼吧。 声音落下时, 他的身影, 已是闪略而出, 消失在了密林中。 而就在周圆身影消失后不久, 此地轰有破风声响起, 然后两道身影便是落在了一棵粗壮的树干上。 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赫然便是见来风的乐天以及陆玄音。 跑得真快, 陆玄音含着翘脸道, 乐天依旧是笑咪咪的模样, 道, 看来他也是察觉到了。 陆玄音皱眉道, 这小子现在速度全开, 拼了命的再逃, 追起来真是有些麻烦。 乐天轻描淡写的道, 野兽受惊了, 都会拼命的逃, 不过等其逃不动了, 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见来风其他的弟子已经在这片地域形成了包围网, 他逃不出去的。 乐天摸了摸脸旁, 叹道, 只是为了对付一个周圆, 竟要我见来风这么多优秀弟子来围剿, 实在是有损颜面呢。 不过我做事素来不喜意外, 所以, 我觉得既然要做, 那就得杜绝一切的意外, 彻底地将他所有的希望扼杀。 一旁的陆玄音也是身有同胆的道, 这小子的确很邪门, 总是让人意料不到。 他名谋看向乐天, 笑着道, 不过可惜, 他这次遇见了乐天师兄。 对于乐天这种滴水不漏的做事方式, 他也是颇为的赞同, 毕竟如果他们见来风这么多弟子出手, 都无法解决中原, 那对于他们见来风的名声, 实在是不小的打击。 乐天矜持的一笑, 然后双目微眯地望着周园消失的方向, 挥了挥手, 笑容玩味。 准备收网吧, 接下来, 就该让这位周园失地见识一下咱们见来风的手段了, 第367章封锁低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庞大的山脉中, 战斗越来越激烈, 不过经过厮杀渐渐留存下来的弟子, 实力都是越来越强横。 而且他们也都是渐渐地深入山脉, 山脉某处, 三名弟子联手而行, 他们显然是同一风的弟子, 此时汇聚在一起, 目光戒备地看向四周, 周身元气涌动, 随时准备着应对突发情况。 秋, 忽然间, 三人猛地看向右侧的方向, 只见得那里, 一道青烟般的身影急掠而过, 速度快地让人无法看清, 只能察觉到周围的树木在微微地震动。 谁, 他们爆喝出声, 周身元气呼啸而动, 就要出手。 不过还不带他们的元气爆发出去, 那道青烟般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三人目瞪口呆, 然后面面相去, 皆是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道, 这家伙是谁? 速度也太快了吧, 跟兔子一样, 他们连人长什么样子都没看见, 那家伙就没了影。 算了, 别管他了, 速度这么快, 应该不是善茶。 一人说道, 其他两人也是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而就在他们打算换个方向前行的时候, 忽然感应到一道道灵力的元气波动在迅速地接近他们, 而且是从四面八方。 那种动静, 令得他们面色大变, 三人急忙背靠背而立, 元气涌动, 戒备地望着那些元气波动传来的方向。 数十息后, 树木摇动间, 七八道光影便是暴射而出, 立于树顶上, 一道道灵力目光, 看向空地中的三人。 是见来风的人, 那三人见到这些光影, 眼神皆是一领。 见来风围猎中原, 与闲杂人等无关。 那七八道见来风的弟子, 看了一眼着红牙风的三位弟子, 喝道。 他们声音落下, 也不理会那三人, 便是再度暴射而出。 那三人望着见来风弟子的离去, 都是一脸的惊恶, 旋即忍不住地道, 这见来风竟然倾巢而动地去围猎中原。 这也太大张旗鼓了吧。 另外一位弟子撇撇嘴, 有些不屑的道, 这见来风也真是不要脸皮, 周原本就是后进弟子, 他们竟然还仗着人多去对付人家。 其他两人点点头, 有些同情的道, 先前那道身影, 应该就是周原了, 这家伙也是倒霉啊, 竟然惹动得见来风倾巢而动。 这一次, 他恐怕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见来风的弟子百明了要让他连子带弟子都混不到。 这般围猎追杀, 以很快的速度, 就在山脉深处掀起巨大的动静, 这直接是导致其他很多弟子都是有所耳闻, 然后便是连连感叹这见来风的脸皮以及周原的倒霉。 不过感叹归感叹, 但却并没有太多的人打算出手相助, 毕竟周原根基太浅, 而且圣元风也太没落了, 为了帮他却得罪如今如日中天的见来风, 实在是有些不划算。 而这种动静, 自然也是在山脉之外掀起了哗然声, 诸多弟子面对着见来风对周原的围剿, 都是颇有微词, 毕竟见来风这种以多欺少的嘴脸实在是有欠风度。 不过他们的微词, 显良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周原风头太盛, 终归会引来一些针对。 而最为愤怒的, 莫过于沈泰渊一脉的弟子们, 因为见来风的这种举动, 显然是百明了丝毫不将他们一脉放在眼中, 所以行动起来根本就没有半点的忌惮。 沈泰渊苍老的面庞也是微臣, 眼中有着一抹怒火, 不过最终他还是深吸一口气, 将其压制了下去。 因为子带选拔本就有些残酷, 其中没有太多的规则, 所以就算他去向亲养长叫告状, 也是站不住脚。 这一切, 都只能凭借周元自身的力量去应对。 而在不远处, 那里松长老一脉的弟子, 也是颇有些愤慨, 毕竟他们同样算是属于圣元风的弟子, 见来风如此行径, 也表示没将他们看在眼中。 所以面对着这一幕, 就算是以往对周元有些借地的吕焉, 都是柳梅紧锁, 咬着银牙道, 见来风也太无耻了。 然而, 他除了这么说外,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就算是他们一脉参加紫带选拔的弟子去帮助周元, 也不过只是堂壁挡车罢了。 他身旁的其他那些弟子, 都是沉默下来, 屡焰望着那元气光镜中在不断地对着山脉深处逃去的那道年轻身影, 银牙紧咬着, 道, 周元, 你今日若还能再让我意外一次? 那我, 我就相信, 未来的你, 可能真有资格追赶楚清师兄。 一旁的弟子既是有点震惊地望着他, 这位楚清师兄的狂热粉丝, 可是第一次说出这种话来。 吕焰瞪了回去, 凶巴巴地道, 看什么看, 你们觉得他可能吗? 众人哑然, 旋即无语地摇摇头, 面对着整个见来风最为优秀的金带弟子的围剿, 周元一人, 怎么可能翻得了身? 与沈泰渊, 吕松一脉的弟子那种凤凯相比, 怒红那一脉的弟子, 则是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他们来自剑来风, 所以根本没有将自身当作是圣元风的弟子。 而周元如今被剑来风围裂, 反倒是让得他们感到极为的痛快。 这小子, 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而眼下, 不也还是只能跟那丧家之犬一般到处逃窜吗? 在那无数道视线的关注下, 那一道道追猎的身影, 深入了山脉, 最后只见得云雾缭绕中, 有着十座山峰, 若隐若现。 那已经开始抵达尽头, 而周元的身影, 也是在此时, 直接是窜进了一片低谷之中, 淡淡的迷雾在其中涌荡, 遮掩了他的身影。 当周元的身影冲进那低谷内时, 周围的天地间破风声响起, 一道道元气光影从天而降, 直接是封锁了这片低谷。 乐天与陆玄音的身影, 也是从天落下, 立于一棵大树之上。 他们望着眼前的低谷, 对视一眼, 嘴角皆是有着一抹戏血之色浮现出来。 追赶这么久, 这头受惊的野兽, 总算是筋疲力竭了。 在低谷更外围的一圈, 也是有着不少其他风的弟子现身, 毕竟见来风搞出来的动静太大了, 而且这里已经是在时风之外, 其他弟子自然是被吸引而来。 乐天目光一扫, 傲全弹笑道, 这是我见来风和这周元间的事, 若是打扰到各位, 就现在这里道各歉了。 言下之意, 是警告其他人不要胡乱插手。 感到此处的各风弟子目光微闪, 最终都没有出声, 毕竟他们与周元也不算相熟, 自然不打算为了他去得罪乐天等人。 不过,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哼, 乐天, 你们见来风未免也太不要脸皮了, 若是有脾气的话, 就去和周元单打独斗, 那样赢得也算是漂亮, 何必如此。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只见得一道修长倩吟走了出来, 冷哼道。 那道倩吟, 正是苍旋风的苏婉, 她毕竟与顾红衣相熟, 后者拜托了她, 如今见到周元被如此不公平的对待, 她自然是忍不住了。 乐天见到苏婉挺身而出, 眉头微皱了一下。 但还不带了天说话, 便是有这一道声音插入进来, 苏婉, 你还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既然你闲得慌, 就和我来斗一场吧。 诸多目光看去, 只见得一名黑袍男子走了出来, 其面目虽然普通, 但周围的人在看见他时, 都是眼神一领。 雷玉峰, 汪辰, 也是此次夺魁的热门之一, 汪辰, 苏婉柳眉紧簇, 寒声道, 这有关你什么事? 一身黑袍的汪辰面无表情, 没有再回答, 但那态度表露得很明显, 如果苏婉要插手的话, 他就会出手将他拦住。 苏婉气得玉手都是紧握了起来, 周围诸多弟子望着这一幕, 都是暗暗摇头, 看来乐天是下定了决心要在这里给周园一个好看啊, 所以早就防范着有人相助周园。 而如今连苏婉都被拦了下来, 想必接下来周园结局真的是一定了。 乐天也是将目光收了回来, 望着眼前被封锁的低谷, 双目微眯, 有着淡淡的声音响起。 动手, 将他送出去, 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 周围的那些渐来封弟子陡然对着低谷之内暴尸而出。 陆璇音立于树顶, 望着这一幕, 唇角微微一掀。 周园,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翻身。 第368章话虚隐秘, 秋,秋, 当了天的声音落下时, 只见得低谷周围, 那些渐来封的弟子, 直接是分出了九人吉利而出, 冲进了笼罩着淡淡雾气的低谷中。 这片低谷, 面积也是不小, 其中地形还有些复杂, 不过当那九道身影呈扇形的寸寸向前探寻时, 这些显然就都无法形成阻碍了。 其余人准备, 一旦发现周园踪迹, 直接动手。 乐天立于树顶, 双臂抱胸, 淡淡的道。 在低谷外, 还有着将近十道身影, 瑞丽的眼神, 不断地盯着那浓雾中的低谷内。 苏婉望着这一幕, 也是只能轻叹一口气, 他身旁倒是也有一些苍旋风的弟子, 不过这些弟子和周园没什么交情, 如果要让他们出手相助, 却要得罪乐天等人的话, 恐怕他们也是有些不太乐意。 毕竟说到底, 苏婉还没有那个微信, 所以他也是有些疑惑, 为何见来风的这些弟子, 竟会完全听从恶天的调遣, 一般而言, 想要做到这种程度, 除非是他们接来风首席弟子或者。 那两位圣子开口, 可那种层次的人物, 会和周园一个金带弟子过不去。 他促着没想了半晌, 最终只能摇摇头, 眉眸遗憾地看向那低谷中, 这一次, 他算是没办法出手相助了, 所以, 能否度过这场危机, 就得看周园自身了。 当然, 在苏婉看来, 这个局面, 已是死局, 凭借周园一人, 根本不可能撼动得了游乐天率领的这些见来风中的优秀金带弟子。 红衣师妹, 师姐这次, 可真是有些无能无力了, 周园这家伙, 惹失的本事也太不一般了。 山脉之外, 顾红衣玉手也是紧咬银牙地望着元气光镜中的这一幕, 这个时候, 其中的这种动静, 几乎是被所有在此观看的弟子所察觉, 当即便是有着诸多的哗然声响起。 见来风的人, 竟然把那个周园堵在了山谷中, 而且还是游乐天率队, 见来风这真是清潮而出啊。 这周园也是倒霉, 不过能够引来见来风的围剿, 他也算是本事了, 此次过后, 就算他此代选拔失败, 也能名动苍选了。 怎么会这样, 我可是在他身上投了重注啊。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爆发起来, 几乎是倾刻坚令得这天地间绝大多数的目光都是汇聚向了那道元气光镜中。 而在那座最为巍峨的山峰上, 青阳长教以及六位丰主, 同样也是察觉到了这一幕。 他们只是感知掠过, 便是知晓了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美人的眼中都是划过惊讶之色。 这种一封围攻一人的情况, 可是很少会在子代选拔中出现。 呵呵, 凌军风主, 你们见来风的弟子, 似乎对以多欺少, 以强凌弱, 很是有些惊艳啊。 却连风的连衣风主, 美目一扫, 旋即红唇便是掀起一抹冷笑, 道。 一身白衣, 面容俊美的见来风凌军风主, 他那如幽谭般深邃的目光, 头向山脉深处, 他的眼中也是掠过一抹亚色。 简然他也没想到见来风的弟子会去围猎周园。 不过, 也就一点惊讶而已, 并没有任何的怒意。 邻居风主淡淡一笑, 不慎在意的道, 连衣风主, 子代选拔中, 自有规矩, 这些小辈, 其实并没有违规。 那位叫做周园的弟子, 最近风头很盛, 难免会引来一些针对, 年轻人之间, 终归是年轻气盛。 不过他经过这次的磨练后, 想必以后也会变得沉稳一些, 这对于他而言, 不算坏事。 邻居风主笑了笑, 看向雷御风的雷居风主, 还笑道, 当然, 如果是见来风的弟子有所违规, 我会亲自出手惩处他们。 虽然他并不清楚见来风的这些弟子为何会针对周园, 但这无关紧要, 以他的身份也根本不需要去了解。 在他看来, 见来风的弟子也并没有做错, 因为他们见来风形式的宗旨, 便是如见般灵力风锐, 只需想做, 那便去做。 雷御风的雷军风主, 掌管着苍玄宗的宗规与刑罚, 他不苟言笑, 一对眼眸, 呈现银色, 仿佛是蕴含着雷霆的世界, 令人感到恐惧。 他默然地道, 见来风弟子所行, 虽然惹人口舌, 但并未违规。 清阳长教也是在此时笑了笑, 道, 这是弟子间的一些争端, 不必太过的在意。 他的声音顿了顿, 看着雷军风主, 道不过, 这般做法, 也的确是容易惹人诟病, 邻军风主之后也得在风内说上几句, 见来风弟子行事伶俐是好, 但其他风中的弟子, 也是同门之人。 邻军风主微微点头, 道, 长教说的是, 带得选拔结束后, 我会教训一下这些小家伙。 不过看其神色, 显然只是因为清阳长教开了口, 并非是真觉得见来风的那些弟子做错了什么。 山脉深处, 低谷之外, 乐天立于树顶,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在谷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眉头忽然微皱起来, 因为他发现, 那搜寻第几人, 已经将山谷搜了一遍, 但让人意外的是, 竟然并没有发现中原的身影。 那树民见来风的弟子从低谷中生起, 有些疑惑地看向乐天。 乐天师兄, 没找到人, 低谷外, 顿时响起一些哗然声, 那些个疯的弟子面带惊异, 这中原, 竟然躲得这么深。 乐天的眼中掠过一抹惊异之色, 难道他已经跑了, 一旁的陆玄英俏脸有些不好看得到。 乐天摇了摇头, 道, 不可能的, 我们封锁了此地, 他绝对没有逃出去。 那, 陆玄英犹豫了一下, 先前的松索, 显然并没有什么结果。 他一定还躲在其中, 乐天斩钉截铁的道, 声音落下, 他一挥手, 道, 你们再跟我进去。 我来带对搜。 他身形略出, 再度带着那几名弟子冲进了低谷浓雾中。 乐天帅对搜寻, 再度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 然后便是面色有些难看得升空而起。 这一次, 甚至连山脉外, 都是有着哗然声响起, 无数道目光惊奇的看来, 谁都没想到, 当乐天他们将周园堵进山谷中后, 竟然反而是失去了他的踪影。 无数的窃窃私语声响起, 开始有着人性灾乐祸起来, 这一次见来风如此大张旗鼓地围猎周园, 如今反而是在眼皮底下将人给根丢了, 这如果真让周园跑了, 那见来风就丢人丢大了。 越来越大的动静, 开始传开, 甚至最后连清阳长教以及树为封主, 都是再度将注意力投来。 呵呵, 这倒是有些意思了, 金阳长教轻笑一声, 他那深邃睿智的眼眸中, 竟是浮现一抹饶有兴致的神采, 而这种神采, 在以往面对着苍玄宗的弟子而言时, 还有出现过。 面对着那周围响起的窃窃私语声, 以及一些看好戏的目光, 乐天的眼神也是微沉, 他立于低谷上空, 低头望着下方的宝物。 他深吸一口气, 压制下心中的情绪, 双目之中有着金光闪烁。 乐天师兄, 需要我们散开继续搜寻吗? 陆玄音在一旁撬脸也是有些铁青, 忍不住的道。 乐天没有回答, 只是目光死死的盯着低谷中。 这一盯, 又是半炷香的时间, 在其身后, 陆玄音都是有些不耐了, 不过就在他又要说话的时候, 乐天终于是声音低沉的缓缓开口。 周围师弟, 可真是好本事, 如果我料得没错的话, 你这应该是。 话虚数大成了吧? 第369章暗埋结界, 话虚数大成, 当乐天的声音在响起的时候, 顿时也是引来了不少惊讶的声音, 那一道道目光带着惊异的望着迷雾笼罩的低谷中。 原来如此, 有着弟子忍不住的感叹出声, 据说那话虚数若是修至大成, 可深话虚无, 连自身的元气波动都能够隐秘, 堪称是保命其数。 只不过这话虚数想要大成, 却是相当的不易, 如今的苍玄宗内, 诸多弟子中, 能够将话虚数修到大成的弟子, 屈指可数。 而周园修行话虚数才多久, 竟然就能够达到大成的地步, 在那了天身旁, 陆悬音也是一阵, 旋即咬着银牙道, 这家伙, 还真是滑不溜秋的, 都被堵住了, 还能折腾。 原本以为将周园堵在这里, 便是彻底绝了后者的路, 但谁能想到, 这家伙反而借住着这里的地形, 彻底地隐秘了自身, 让得他们根本无法寻找。 乐天师兄, 现在怎么办? 他看向乐天, 问道, 他们见来风这么多金带弟子清朝而出, 如果今日依旧被周园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那他们见来风的脸壳就丢大了。 乐天双目须眯, 他望着下方迷雾笼罩的低谷, 淡淡一笑, 道, 虽然这位周园师弟让我有些意外, 不过想要凭借着大成的话虚述就避开今日之节, 恐怕他还是想得太天真了一些。 他的目光一扫, 看向其他那些见来风的弟子, 道, 各位师弟, 以元气封锁低谷, 施展见于阵。 是, 听到乐天的声音, 那些见来风的弟子顿时低喝出声, 下一瞬间, 一道道灵力的元气如狼烟般自他们体内生腾而起, 蔓延开来, 迅速地将整个低谷都是笼罩而尽, 那灵力的元气, 犹如一张巨网, 覆盖低谷。 翁, 随着那灵力元气笼罩低谷时, 只见得元气震荡着, 有着一道道元气光流呼啸而出, 那些光流, 宛如鱿鱿一般, 静直地冲进了低谷之中。 由于过处, 那些浓雾都是犹如被撕裂, 开始渐渐地淡化。 这些元气鱿鱿, 彼此相连, 无孔不入, 甚至连雾气, 都是被切割撕裂。 简然, 这是剑来风的一种独门手段, 专用来搜寻。 乐天凌空而立, 目光锐利地盯着低谷内, 感应着一切细微的波动, 而在它的注视下, 那一道道鱿鱼般的灵力元气, 也是在不断地向前。 随着灵力元气的分割, 低谷内的雾气, 越来越淡。 而最终, 所有的雾气, 都是开始缩向低谷深处, 最后汇聚在了一块不到树杖范围的区域之中。 而到了这里, 那些剑来风的灵力元气, 也终于是受到了某种阻碍, 难以前行。 反空中的乐天剑状, 嘴角有着一抹淡笑浮现出来。 它袖刨一挥, 元气滚动, 犹如狂风般席卷而出, 顿时那最后的雾气便是彻底的消散, 只见得在那最后的区域中, 有着一块巨大的侵蚀。 而此时, 侵蚀之上, 空气微微地拨动着, 最后一道身影便是在那周目睽睽之下, 渐渐地由虚化时, 彻底地浮现出来。 那熟悉的身影, 正是周园, 花, 整个山脉内外, 都是爆发出一些惋惜的哗然声, 周园最终, 还是被找了出来啊。 真是可惜, 若是周园继续躲下去的话, 今日该出丑的, 就是剑来风了。 有着弟子感叹道, 他能够在剑来风的搜寻下隐秘这么久, 已经是很有本事了, 毕竟那低谷也不大, 乐天好歹也是剑来风金带弟子第一人, 想要跟他斗, 周园还是嫩了点啊。 低谷之外, 乐天望着那线出身形的周园, 也是微微一笑, 然后手掌一挥, 带着众多剑来风的弟子收缩包围圈, 最后步入了低谷, 来到了周园的前方。 周园失地可真是好手段, 差点就真让你躲过去了。 乐天立于周园的前方, 含笑道, 在其身后, 陆璇音也是面积冷笑地望着周园, 眼中满是快意之色, 这个家伙, 今日总算是落到他的手中了。 周园盘坐于青石上, 他望着周围那数量接近了20人左右的剑来风弟子, 眼目微垂, 道, 剑来风可真是看得起我, 竟然出动这么多人, 这样就算是赢了我, 颜面怕也是不好看啊。 乐天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本来我也这样认为, 不过在戒时了周园师弟的手段后, 我反而庆幸我这么大张旗鼓了, 不然的话, 今日恐怕连找都找不到你。 如果今日只有他一人的话, 他断然不可能将周园从这低谷中一寸寸地找出来。 话虚数大成的周园, 即便打不过他, 也能够轻易地从他手中逃出去。 乐天望着周园, 笑了笑, 道, 不过好在的是, 运气最终是站在我这一边, 周园师弟最近在宗内搞出这么多事, 风头也够了, 我觉得现在还是折服一下最好。 所以, 周园师弟, 看在先前你让我破废头脑的份上, 你自己主动退出这次的子带选拔吧, 免得我们出手, 你要更狼狈一些。 他看着周园, 似笑非笑, 如果我不同意呢? 周园笑道, 乐天怂怂间, 也没有多说, 只是挥了挥手, 顿时周围那些剑来封地子目光锁定周园, 林立风锐如剑钢斑的元气开始涌动。 周园没有在意那些虎视眈眈的剑来封弟子, 他只是抬起头, 望着乐天, 嘴角流露出一抹莫名的笑意。 乐天师兄似乎是认为我先前只是凭借着大成的话虚数在隐匿躲避你们吗? 乐天双目微眯, 道, 不然呢, 话虚数的确玄妙, 不过对于这般局面, 却是没什么作用。 周园笑起来, 笑容带着一丝嘲讽, 乐天师兄, 有一点或许从一开始你就想错了, 那就是我从始至终都不是在逃我的目的。 只是在给你们这些贱来封的弟子, 找一块送上大礼的风水宝地而已。 而那块宝地, 就是这里, 乐天的眼神微微一宁, 他深深地盯着周园, 但并没有因为他的这番话就惊慌失措, 而是平静地挥了挥手。 送他出去吧, 周园师弟, 你这最后的挣扎, 在我看来, 很是幼稚。 简然, 他根本就不相信周园的话, 在他看来, 周园只不过是想装神弄鬼, 让得他们束手束脚, 从而给他逃出去的机会罢了。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下了命令, 直接动手。 抓, 其他那些剑来封的弟子闻言, 顿时毫不犹豫地暴射而出, 手中长剑之上, 元气伸缩吞吐, 直接是洞穿空气, 直指周园。 周园望着那些暴射而来的灵力攻势, 眼目则是微微垂下, 在其眉心处, 神魂的波动, 猛然爆发。 嗡, 嗡, 神魂波动横扫开来, 而也就是在这一瞬, 只见得这座低谷之中, 忽有一道道光芒冲天而起, 那些光芒彼此的交汇, 转眼之间, 似乎便是化为了一座结界, 将这座低谷, 彻底的笼罩。 突如其来的变故, 直接是引得山脉内外, 无数弟子引入震撼。 你们追杀我半天, 接下来, 就是我反馈你们的时候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费尽心机为你们准备的一份大礼。 周圆的嘴角微微掀起, 双手合拢, 天雷玄火结界, 爆发吧, 第370章天雷玄火, 空梦, 当结界笼罩整座低谷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见到, 在那低谷上空, 竟是有着赤红的云层在浮现, 一股狂暴而炽热的元气波动, 开始迅速汇聚。 在那等温度下, 低谷中的吸水, 都是在此时尽数的蒸发。 突如其来的变故, 震撼了所有人, 所有的弟子, 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自低谷中升起的结界, 以及上空形成的赤红雷云, 从那其中散发出来的狂暴波动, 就算是六重天的弟子, 都是感觉到了极度危险的气息。 竟然是一座结界, 苏婉翘脸上也满是惊恶地望着这一幕。 这是天雷玄火结界, 有着一道轻声在苏婉身后响起, 他转头一看, 竟然是那凌文峰的下雨, 他显然是才赶到此处, 一对眸子望着眼前的结界, 小脸上有着一抹炭浮之色浮现出来。 周元师兄还真是厉害, 这座结界, 乃是四品结界中相当厉害的一种, 但想要成功布置却是极为困难, 没想到, 竟被他成功了。 这座结界, 只有他们凌文峰的凌文殿内才有, 也就是说, 周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学成了这座结界, 这等原文天赋, 同样是让人感到惊艳。 这座结界不下, 就算是剑来风人数众多, 也奈何不得周元师兄了。 下雨说道, 一旁的苏婉睁大着美目,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周元, 果然是无比的邪门, 竟然连这种局面, 都能够被他生生地撕出一条生路来。 如果今日真的被他在剑来风的围猎中 杀出一条路来, 那么今日, 这剑来风的颜面, 可就真是要丢光了。 一想到此, 就算是苏婉, 心中都是生起了一道幸灾乐祸。 当低谷外诸多弟子惊叹时, 那山脉之外的沸腾, 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无数弟子爆发出震惊的哗然声, 扑天盖地的传开。 前前谁都以为周元已被剑来风逼入死局, 除了主动保持颜面退出选拔之外, 别无他路, 但谁能想到, 这才转眼之间, 周元便是将他的底牌所掀开。 他竟然不知不觉间, 已在这座低谷中, 不止出了一座威力如此惊人的原文结界。 山脉外, 无数苍玄宗的弟子都是在此时沸腾起来, 因为眼下周元这种绝地反击, 甚至连他们这些看客, 都是感到了一些热血沸腾。 顾红衣俏脸上也是有着明年的笑容绽放出来, 他那紧握的玉手, 缓缓地松开, 他就知道, 周元这个家伙, 绝不会轻易就束手认输的。 想要吃下他, 就算是见来封那些优秀的金带弟子, 也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顾红衣一旁, 纳秦兰的面庞则是有些僵硬, 他同样没想到, 周元竟然还会藏着这么一手。 这乐天等人, 也真是废物, 竟然能让得周元在他们眼皮底下将一座原文结界给布置出来。 他的心中在狂骂, 原文结界威力虽强, 但布置起来却是相当的耗时, 而偏偏周元就在乐天等人的眼皮下将结界布置出来, 这不得不说, 乐天这些人, 真的是蠢。 这下子, 算是失去了先机, 反而是让得周元渐渐地将局面所倾斜。 原来他还有这种底牌, 李清禅缓缓地收回视线, 看向一旁抱着吞吞险的极为从容的夭夭。 看来这次的打赌你要输了, 夭夭揉了柔吞吞的柔软毛发, 道。 李清禅叹了一口气, 道, 其实他并没有依靠大成的话虚数来隐匿, 他的目的是以话虚数为遮掩, 暗中不止结界, 同时将乐天等剑来风的弟子, 技术的吸引进低谷。 如今猎物技术入瓮, 他便可以收网了。 李清禅望着元气光镜中那些剑来风的弟子, 有些同情的道, 这些家伙, 还以为一直在追杀周元, 却没想到, 其实周元从一开始, 就只是在以自身为诱饵, 他望着元气光镜中那道年轻的身影, 显得有些清冷的眸子中, 略过一抹惊叹。 现在的周元, 虽然并不能让得他忌惮, 但他的这般心性, 却是让李清禅有些佩服, 这个家伙, 能够和夭夭关系这么亲密, 其实的确还是有点本事的。 轰轰, 低谷上空, 赤红色雷云翻腾着, 狂暴炽热的波动弥漫。 那些原本对着周元攻去的剑来风弟子, 也是在此时仓皇地停了下来, 他们面色带着一丝巨色的望着眼前的结界。 在其中他们感受到了极为危险的气息,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轻轻松松的局面, 竟会突然变成这样。 他们的目光看向青石上盘坐的周元, 青石的目光, 都是变得凝重起来。 乐天盯着这座结界, 脸庞也是在微微地抽搐着, 他目光一扫, 只见得低谷内, 一些石头缝隙中, 有着一些玉剑在散发着光芒。 正是这些玉剑, 组成了这座结界, 只是, 他先前从未注意到这些玉剑, 同样他也不知道周元是在何时将这些玉剑布置下来。 你刚才的话虚述, 并非是在躲藏, 而是潜伏在暗中布置结界。 乐天死死地盯着周元, 道, 周元笑了笑, 没有说话, 但答案不言而喻。 乐天苦涩的一笑, 先前他还自以为周元不过是在做最后的躲藏, 但哪能料到, 人家不仅没有躲, 反而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完成了这些结界布置。 在乐天的身后, 陆玄音也是翘脸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先前眼中的快意尽数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惊恐。 乐天师兄, 他声音颤抖的道, 乐天深吸一口气, 神色则是渐渐地平静下来, 道, 不用慌张, 联手对敌, 这座结界虽然厉害, 但不见得就能够将我们尽数地团灭。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 只要抗了过去, 我会让得他付出代价。 在乐天的低喝声中, 那些惊慌失措的剑来风弟子, 也终于是找到了主心骨, 急忙对着乐天靠拢, 一道道雄魂的元气冲天而起, 在他们的上方, 形成了一层层的元气防御。 乐天的目光, 犹如阴损般地死盯着周元, 这次被周元摆了一道, 显然让得他自尊心有些受挫, 所以他要等待, 只要抵御下这座结界, 自然能够找回场子。 周元望着眼前那汇聚在一起的 剑来风弟子, 则是淡淡一笑。 既然你们想要将我送出去, 那么现在, 就让我先送你们一城吧。 空, 当其声的瞬间, 天空上翻滚的赤红雷云, 终于是将元气汇聚到了极致, 下一瞬, 一道道巨大的赤红雷亭, 越是夹杂着毁灭般的气息, 铺天盖地地落江下来。